臺北大股蛋十八都會進行七七市民進黨議員 指控新市長 郭龍斌和郭文貴 連手掌 都市的必然通道 對八十比 給水變十八比 市長 中文安對學法使用計較 也放水 為寬寬評 臺北大股蛋十八都會規範 七七市開放一半三千人一場 不過美鳥議員會寫完後 發現美鳥問題要改善 民進黨臺北市議員 齊齊高興記者會批評 郭龍斌 講前為寬評 原本幾個要開八十公斤 雄好當路地下通道 現在只開十八公斤 那被三十四年連手放水 無國民眾就先避難規定 下通廣 他的寬度不足造成了災情 甚至是民眾生命的損失 相關的責任誰要來擔 議員這次無論是一空空三年 大陸市政府自己去的幾個月 那只是一空空六年跟 萬雄簽訂BOT的環評報告 都民眾下廁所通道應該要有八十公斤 作為受傷幾條公斤 以空一空年觀察報告也有公斤 不過現在只有十八公斤 萬雄是不是能夠大陸市政府違憶呢 縣對這次環保教會議表示 通報檢照並沒有違憶 如果議員有依入要請環境不陷害 不過議員也要求 緩衝頂觀察分析報告 而且在新規通過進行 都沒有停機 報告單的輸容 記者綜合報道